他每天都为回家需要三小时而苦恼 午餐时大家谈论的同好会 因家住太远他从未参加过 公司聚餐大家有说有笑 可他却计算着时间 今天就错过了末班公交车 在群里他给哥哥姐姐发信息 说今天会晚点回去 姐姐在看到信息后 原本想抓紧吃几口就走 也放松下紧绷的心情 安心地与朋友叙叙酒 而哥哥因为与女友闹分手 也耽误了点时间 最后兄妹三人相约在一起打车回家 吃饭聚会 搞对象这看似平常的事情 对他们三个来说都异常珍贵 因为他们家住的实在太远 稍有差池 就会让他们付出更多的金钱 更甚至会露宿街头 住在城里的人 根本体会不到他们的失落感 打车费三人平摊 因为他们都赚得不多 第二天休息日 爸爸在地里忙碌地劳作 妈妈在准备制午餐 大姐出门去弄头发 二哥被妈妈骂有手好闲 不给爸爸去帮忙 小妹则是家中比较勤快的人 而她是给爸爸工作的神秘外地人 晚上妈妈叫她给工人送点水果 并告诉她明天九点前过来工作就行 早晨七点整 她便出门上班 但路上却看到了那个工人 已经走向了爸爸的车间 这时看到公交车使来 她急忙跑去追赶 然后来到地铁站乘坐地铁 这样的生活也只有路上的风景 可以让她有些许的安慰 上班时 把辛苦整理的文件交给领导 刚回到座位便看到同事群内说 公司代表要请客吃大餐 而她却只能苦笑地恢复 家里太远不能参加 这时身旁的领导不停地叨了 还肆意在她辛苦制作的文件上乱图乱画 社畜感产生的同时 也让她流下了眼泪 然而她却这样安慰着自己 她为上班往返需要三小时而苦恼 还总会幻想自己有个男朋友 但那个人什么时候出现 又到底在哪 她却无从知晓 同事间相互聊天时 想让男同事给她介绍个男朋友 但她却说 从五官来看她长得确实挺漂亮 但从整体来看 她却又是那么的平凡 属于没有魅力的那种平凡女孩 这些话正好被一旁的她听到 其实她自己都对这些事不抱任何希望 哥哥和女朋友分手 从此就不再吃蛋黄 因为女朋友形容住在城里就像蛋黄 而她就是不起眼的蛋白 姐姐谈过一个男友 但因为对方带个孩子最后分手 烫了头发想从头再来 结果竟还不如以前 朋友说她要懂得善良 可她却说 我又没男朋友又没钱 我该如何善良 每天他们都乘坐末班地铁回家 平平无奇的生活 日复一日的状态 让他们在回家的路上 总是这样低头不语的走着 家中的外地工人也是不言不语 总是独自坐在那里 这天上班 小妹刚要坐电梯 突然收到一个贷款中心的信息 原来小妹之前用自己的信用去贷款 借给了别人 现在那人逾期未还 所以只能找到小妹 然而更可怕的是 总计有1500多万贷款没还 每个月的最低还款金额 竟然高达150万元 这消息差点让小妹崩溃 回到家 小妹给贷款的人发信息 而那个人却始终未回 女孩轻信他人欠下了千万贷款 给对方发信息却始终未回 催款信件汇寄到家中 父母看到肯定炸窝 于是小妹没有坐上公交车 而是找到这个男人 请求他明天帮助接收一下信件 男人总是心事重重的默不作声 但第二天早早就站在门口 看到送信摩托驶来 立刻跑上前拿走信封 回到屋内发现原来是信带催脚寒 男人外出回来正好碰到下班的小妹 便告知信在他屋中 晚上小妹来到男人的屋里 看完信件上写的1500来万的欠款 信里五味杂陈 拿回家怕父母看到 所以还是先暂放在男人这里 回到家 小妹还幻想着 利用他的人终究会联系他 第二天 小伙伴们一起来给朋友庆生 生日主角还没到场 姐弟两人就开始大吵 因为姐姐在调查公司任职 公司内大部分都是女性 而他们的社长则是一名渣男 刚跟这个女人分手 马上就有新的接班人 就因为姐姐总抱怨他们社长这些烂事 弟弟不愿意听 一直在说姐姐多管闲事而发生争吵 可实际上姐姐确实因为 这是小妹下班和朋友一起走进来 生日聚会正式开始 不知是不是他们的习俗 蛋糕要分给其他桌一起吃 茶余饭后 看弟弟一直在打电话 姐姐一猜就是便利店阿姨 在跟他抱怨各种琐事 女人听后走了过去 对着电话另一头大喊 第二天哥哥去上班 阿姨不好意思地再跟他抱歉 这时另一个店需要维修打来电话 他便赶了过去 正在维修的时候进来了客人 他急忙过去结账 但没想到随后进来的女人 竟是他的前女友 结完账两人坐进豪车开心地离去 而弟弟就像这天气一样 阴沉而又潮湿 并不是因为这个渣女 而是他日复一日的生活 这天上班正要跟同事去吃饭 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原来他苦苦寻找的那个人 因为欠了很多钱 已跑去了国外 吃饭时同事看向小妹 对大家说你们不觉得他很可爱吗 可他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在地铁里 他也在反思自己 到底是自己太善良好妻 还是那个人实在太卑鄙 究竟是谁的错他不知道 但他心中已种下种子 想要改变自己 回到家 看到爸爸匆忙地跑向汽车 原来是那个男人 因为喝多摔倒流了一脸的血 爸爸赶紧带着他去医院 晚上吃饭时哥哥刚站起身 却看到男人又去买酒喝 他从来到这里基本就不与人交流 究竟有什么苦衷也没人知道 只是看到他不停地喝酒发呆 第二天小妹上班 交上工作文件 这个避意如既往地乱涂乱话 生天的同事在谈论结伴出去玩 他还是那个被认定为不合群的人 重复再重复的日常 枯燥又乏味地生活 回到家 看到那个爱喝酒的男人 他不知哪里来的勇气 走过去对他说 喝喝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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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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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男人整不会了 来这里这么久 小妹还是第一次跟她说这么多话 竟然还是让她崇拜 男人回到无认真的查阅 崇拜到底啥意思 是比爱还要更深爱吗 贫穷女孩 亲信他人欠下了千万负债 给对方打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回公司看到同好会领导又嚼舌根 同事则劝她随便参加一个 以后再退出就不会有这种麻烦 可她却还是微笑着拒绝好意 交完领导要的文件后 突然收到欠债人给她回的信息 她告诉小妹正在努力赚钱还 并威胁她要是在联系她女朋友 欠她的钱她就别想拿到 世道就是这样 欠钱的人永远都是大爷 她生气的说了句 没想到声音太大 被这个略有自知之明的人听到 她还以为在说它 下班后 小妹不想回家开始跟同事相约吃饭 她的内心正在一点点的解放 夜晚走在回家路上 看到两个人不怀好意的 正看向独自走夜路的她 就在这时 男人出现在她身后 她故意用腿碰撞瓶子发出声音 让小妹听到身后有她在 想让她放心的往前走 见两人开车走后 男人也加快了脚步 不知道为何 男人还是不愿说话 还是日复一日的坐在那里望向天空 想要解放对她来说 可能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早上坐车 小妹坐在前面 男人呆呆的坐在后面 下车后各自走向要去的地方 就如同路上的陌生人 二哥参加完朋友婚礼 回来跟朋友抱怨 她的前女友也去参加她的朋友婚礼 不仅盛装出席 还对她说以后好好相处 前女友是想重归于好 并说她看到的那个男人 他们只是普通朋友关系 可二哥却始终面子上过不去 大姐也去参加了相亲 但是大姐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还总是用惨烈的爱情故事 比喻出她对爱情的渴望 相亲也伴随着故事戛然而止 回到家中 大家都在诉说着自己的事情 只有小妹默默不语地倾听 三巡过后 弟弟看到对面的男人 于是找上门想借一些酒水 但是她跟男人说话 男人总是沉默不语 于是她就开始自己找 正要打开放有小妹催债信的柜门 男人上前阻止了她的行为 随后她说了句 她坐着需要两小时才能到家的地铁 却碰到住在城市中心 刚与弟弟分手的前女友 女人因为坐时间太久快要睡着 两人下车聊了一会 在送女人回城的时候 还特意嘱咐女人 大姐到家没多久 弟弟也回到了家 她跟弟弟说起此事 女人跟她抱怨 两人约好的电影 她要独自去看 订好的餐厅 她也时常要一人去吃 然而分手 竟还是弟弟主动提出 因为她很自卑 甚至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总认为前女友会去寻找更好的选择 她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她并没有释怀现在生活中的一切 她找到男人对那天的事道歉 因为那天让男人误会 他们都因为她爱喝酒而看不起她的事情 她对男人说 这也注视着她 向解放生活走进了一步 小妹还是每日走在漫长的上班之路 但她却在一点点的改变着自己 三位从不参加同好会的人 同时收到公司新增加的同好会邀请 大家坐在一起时 小妹提出了建议 她决定她们三人成立一个同好会 活动内容就叫解放 她们要所有需要解放的人 离开黑暗 重获新生 同好会的成立 也再次增加小妹的信心 第二天上班路上 她碰到了男人 主动对她说以后我们遇见 就打个招呼吧 男人犹豫了一下 但回了一句 生活本就要奔跑 像着你所期待的样子 不停的奔跑 辛苦一个月做好的家具 对方竟要退火 不是她做的不好 而是对方突然嫌贵 冥冥站里的事情 老爷子竟然无言以对 回家下车后 阿巨咽不下这口气把车开走 再次来到了那个人家 小妹回家的时候 看到开车回来的阿巨 微笑着与她打招呼 可她却直接开了过去 不知用什么方法她把钱要了回来 晚上小妹给阿巨送来吃的 阿巨的性格属于反复无常 有时人很好 而有时又很冷漠 而小妹和爸爸一样 明明在里的事情 他们却要忍气吞声 欠小妹一千五百万的人 始终没有还钱 阿巨对小妹说 可小妹却因为他们曾是朋友 她觉得还钱和撕破脸 让她更难受的是后者 阿巨听了很无语 小妹往回家走的路上 饭盒掉落在地 身后的阿巨没有帮忙捡 也没有任何的言语 他们虽都想改变 可又不知自己被困在了哪里 走在安静的小路上 阿巨想起昨晚二弟问她的话 就在一年前她还光鲜艳丽 而此时她又为何变得如此狼狈 夜晚下起了大雨 阿巨依然坐在外面 发呆地看向下雨的天空 这是一道闪电劈中了电缆 家中瞬间停电 小妹飞快地跑出来 冲着阿巨的方向跑过去 大声地呵斥她回家 不要待在外面 因为高压电线断裂随时会有危险 阿巨被小妹的行为触动 在她来的一年间 从未有人如此在意味她 更何况小妹是冒着危险过来 第二天 旅过天晴 大家来到地里摘大娇 本应该休息的阿巨也走过来帮忙 大家休息时 突然的一阵风 把小妹的帽子吹到了河道的对面 大家商量的从哪边绕过去比较近 这时阿巨说 她却可站起身 她却往反方向走 大家都不明白她要做什么的时候 她突然加速飞快地跑向对面 纵身一跃 她竟然完成了常人无法完成的动作 只为了帮小妹去捡起掉落的帽子 大家都在惊讶 她怎么可能做到 以前的她到底是谁 这个其貌不扬的男人竟有着特殊身份 她可以用很短的助跑距离 超强的爆发力 飞越过十多米的河道 可在这之前 她每晚都坐在这里 目光呆滞地望向天空 不管天色多晚 只要是身边没有酒 就必定会走出去买 一年366天都会与酒相伴 而每天醒来还多少都会受点伤 地上残留的油渍 摔落在地的水壶 虽然这些可以串出事情的经过 可她却没有一丁点的印象 这样一个总是沉默寡言 每日到工厂做工 靠喝酒度日的颓废男 在得到小妹的鼓励 感受到小妹的关心后 她的帽子被风吹到对面的这一刻 她决定不再继续隐藏自己 她要用自己的方式反馈给小妹 自己想要改变的态度和对她的崇拜 明昌 子彪 你兀的 你和我 有人做得有 确实 宝贝 祝贝 你会在哪里 身份成名让大家不禁猜测 可他已不在意这些 而在意的却是 这个打工男一年366天都与酒相伴 却因为老板小女儿被风吹跑的帽子 让他摆脱以往的颓废 轻松跳过十米河道帮他捡了回来 这一切只因小女儿对他说的一句话 当然他这个举动也震惊到在场所有人 二哥想尝试着像他那样跳过去 但他意识到这岂是常人所能做到 吃饭时大家都默默不语 只有弟弟一直在猜测男人的真实身份 总是问他到底叫什么 是不是田径运动员 就连饭后都追着他不停地问 阿聚不耐烦地对他说 然而回到屋里 他又变回了那个颓废男 晚上二哥约同村朋友们来吃饭 他还沉浸在阿聚跳去捡帽子的画面 大家认为只要多加训练就能做到 可他却一直坚信 阿聚一定是一个有特别身份的人 小妹虽不言不语 但总是不时地往阿聚的方向看 正好家中需要买灭重药 她便出门去买 路上她还回想姐妹曾跟她说的话 妈妈嫌他们几个大男人 没有梦想 没有抱负 还总和小时候一样吵来吵去 怎么总是长不大 可回到屋看到了儿子小时候的照片 却又开心地说 小妹买东西往回走的时候 突然间快跑了两步 因为她看到了阿聚 当他们路过的时候 她把手中的袋子交给阿聚 原来小妹出去的真正目的 就是给阿聚买酒 然后制造一个偶遇的机会交给她 阿聚看着小妹问道 小妹一时没反应过来愣住 可往回家走时她笑了 两个困在原地的人 都同时向前迈出了很艰难的印度 她每天都要喝四瓶酒 可她每次却只购买两瓶 因为这样可以伪装成偶遇 看见小妹两次 可小妹笑着跟她打招呼时 她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问她吃饭没有 她说自己不饿 问她待会准备干什么 她看向小妹的父亲说 阿聚时冷时热的态度 确实让人摸不到方向 回到屋内她又开始继续发呆 到了晚上继续出去买酒 可站在她家门前 却没有吼一道小妹 其实她给小妹买了冰激凌 虽没有见到小妹 可她却精心挑选了一个酒 当一个人心情好的时候 才会去精心挑选喜欢的东西买 说明她正为今天所做出的 努力感到开心 他们三人组成的解放同好 在大家看来有点形同虚舌 领导提议叫他们回去写日子 然而小妹写的题目却是 称得上喜欢的人 在她的印象里 完全不存在这样的人 以前她有一点好感的人 接触几天就会让她莫名的不死 有失望 有厌恶 也有忌妒 月长中她看似跟大家很文强 但实际上却没有一个 她真正喜欢过的 接着她说 又到了美洲发动 工资的日子 阿锯拿到钱站在门外 看似是在晒太阳 可总是偷偷瞄向老爷子 他的内心在做瘤争 因为他不想偷偷摸摸的 他想让老爷子知道 终于 他鼓足了勇气走向老爷子 说 老爷子似乎有所察觉 但还是把电话给他 这时小妹刚好下班 收到了阿巨的信息 阿巨这个性子是真的紧 直接说她拿到了工资 然后问她想吃什么 最后才告诉小妹她是谁 小妹的这一笑 没有语言可以体现出她此时的心情 走出地铁站 看到站在门口傻傻地等她的阿巨 两人走在一起的时候 她又想起解放日志记录的一句话 可在遇到阿巨以后 两人吃饭虽然没有语言上的交流 可阿巨时不时会看向小妹 还会给她递过纸巾 他们就在这种无声的爱意中 相互的享受着 回家的路上 小妹说她连父母都不是完全喜欢 哥哥姐姐就别提了 可能都会是讨厌 她不喜欢爸爸觉得她可怜 因为她总是一脸惆怅从来不想 妈妈总会因为子女的事变得很不幸 所以有什么事尽量不让妈妈知道为好 当阿巨看向她每日看向的地方 小妹也会随着她的方向看去 阿巨说 小妹让她拿自己试试 看看说出来会是什么感觉 可一到关键时刻阿巨就掉链了 两人往回走的时候 正好碰到刚下车的大姐 大姐看向她们感觉到了不对 但也没说出什么 她们三个就这样走回了家 花钱请来的打工南京爱上自己的小女儿 不但直白地找她要小妹电话 还主动接她下班 即使碰到了小妹的大姐 她也不慌不忙 坦然地面对一切 从这以后 大姐八卦的心就追随着小妹手机走 而小妹也把手机当成唯一的宝 二哥虽不知道他们的情况 但阿巨飞越河道的事 却始终让二哥对她有种崇拜 他们超市打折她准备送阿巨一箱酒 阿巨帮老爷子装完车 两人准备去送火 路上看到去上班的小妹 阿巨把车停在了前方 虽没有说话 但老爷子却明白了她的意思 之所以老爷子没有反对阿巨的行为 因为她对老爷子言听计从 工作能力又很强 确实深得老爷子的喜欢 小妹下车后 老爷子想试探一下阿巨 结果阿巨却一如既往的沉默不语 小妹备注阿巨的手机号姓名 还拍下让她心情好的广告牌 上班时 小妹给阿巨发了那张照片 但阿巨刚跟老爷子当完活 并没有回复 二哥今天下班早 拿着早上答应阿巨的酒来找他 可阿巨却没在家 他便走了进去 帮阿巨把酒放进冰箱 临走时突然的一道绿光吸引了他 他走进屋一看 原来是满地的酒瓶被太阳照射的反光 如此之多的酒瓶震惊到了二哥 阿巨带着老爷子回来时 看到他家门口两人正在收拾酒瓶 总是默不作声的 他居然出现了生气的表情 进到屋看他们收拾自己唯一的耻辱 生气地将他们轰了出来 正在气头的阿巨听到手机响 这时才发现小妹给他发的信息 看完信息后 他的眉头挑眉响 刚才生的气也随着小妹的信息逐渐消散 小妹看着手机等待着阿巨的回复时 大姐发来的信息约他下班聊聊 因为看到他和阿巨在一起 大姐觉得他不应该随便就找个人谈恋爱 但是小妹却说 他们三人续探又来到大姐之前 相亲男人的店里 其实他一直为之前嫌弃他离婚 还带孩子这件事想道歉 但男人却并没有在意这些 反而却一直对他有种莫名的心 这让大姐有点意外 但却正和他一样 小妹拿出手机给阿巨发信息 告诉他跟大姐在喝酒会晚点回去 阿巨没有回复信息 但并没影响小妹的心情 其实阿巨一直在看着手机 虽没有回复小妹 但看着信息时没闹得调 也暴露出 他对小妹越来越上头 一个颓废的男人遇到了爱 究竟能让他做出多大的改变 清洗家中的餐具 收拾多余的垃圾 原本随处乱放的酒瓶 他本会堆放在房中 可现在 他决定处理掉这些 然而这一切的所作所为 都是因为昨晚小妹的到来 因为二哥他们随意进入他房间 让他觉得 小妹听后感觉到 阿巨有时就像一阵风 也总想把自己推开 他这种事好事坏 连随便应付对方了事 他都不愿意做的性格 让小妹觉得他们两人真的很像 小妹也是如此 从小他看到蹦蹦跳跳的小孩 就会觉得心烦 他不明白他们到底在开心什么 不明白自己为何不会这样开心 他总是感觉八十年的生命压缩到八年 一下过完也都无所谓 什么都不做有时都会让他感觉到疲惫 但是 他还是要让自己向前看 迈着艰难的脚步向前走 虽然可能找不到任何理由 但至少要让自己活得有模有样 勉强地拖着自己走过每一天 阿炬看向坚强的小妹 她起身走到冰箱 拿出了她特意为小妹买的冰淇淋 这可能是小妹吃过最甜的冰淇淋 直接甜到了她的内心 第二天 他把瓶子拿到废品回收站全部卖掉 回到家 碰到了爱打招呼的小胖 他想为前天给他们轰出自己乌鲁莽的行为道歉 他停下脚步 并从口袋中拿出一盒吃得扔给他 并告诉小胖酒瓶他给卖了 接着又给他一盒让他转交给二哥 他总想表达但却又说不出口 忽然的转变让小胖有点受宠落尽 回到家看到小妹发的信息 他给小妹回复了 小妹说收到她的信息 就像发工资一样开心 现在的小妹也变得开朗了许多 会主动跟同事聊天 阿居也是 回家后把家具地板的灰尘擦掉 拍照发给小妹 小妹下班 阿居会暗时过来接她 两人一起坐着公交 阿居现在不光买酒还买了清洁用品 晚上 两人在屋内一起喝酒 她对小妹诉说着自己的浑浑噩噩 工作一天再加上收拾房间 本应该很累躺床就能睡 可她却说不知道自己能否睡着 突然的改变可能让她兴奋 也可能让她有所顾忍 小妹明白她的意思并对她说 我真的 两个伤痕累累的人在一起 产生了共鸣 通过仰慕你 他们在互相拯救自己 镜头这边 二哥还是带着蠢蠢欲动的内心 尝试着无法完成的动作 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这时 阿居房间里的手机 突然收到了神秘的信息 你是否也想拥有这样的男友 每晚都会站在远处 默默地等你下班 因为距离远 每一个下车的人 她都需要仔细看 可她突然发现 不是小妹而是大姐 于是她赶紧扭头离开这里 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 这样秀恩爱 就在昨天 大家都在地里干活 大姐在门口晾衣服 突然她看到 阿居暖心地递给小妹一瓶水 这给大姐羡慕的 妈妈走回来 嫌弃大姐偷懒不干活 她却在那里嘀咕 吃饭时 老爷子给阿居填间干活的钱 可阿居说这是自愿的 她坚持不要钱 老太太也认为 既然干活 那就应该给你工钱 这时大姐说 人家都说不要 就不要硬塞钱给她 更何况这是她愿意干的事情 这句话气到了小妹 四下无人的时候 小妹对大姐说 在小胖的咖啡厅 听到他们谈论遇到开心的事 能让人兴奋地心跳加速这个话题 小妹却说 她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只有生气时 或者遇到负面问题时 才会心跳加速 而她开心的时候 反而会非常的平静 放松 就像内心得到了一种释放 第二天 阿居跟老爷子去干活 警察让老爷子 交一份户口信息 他去打印的时候 突然发现 家庭成员中 没有小妹的名字 工作人员告诉她 小妹自己把户口迁走 老爷子忧心忡忡地 回到车上 在回家路上 阿居突然看到 这张纸的内容 但她并没有说话 吃饭时 老爷子问小妹 户口迁去了哪里 她慌张地编个借口 混了过去 随后她来到银行 询问以后 是否还会邮寄信件 对方说 要是有拖欠 或者信息变更时 还会邮寄 下班后 她不停地 给对方发信息 这次拨通的电话 有人接了 因为对方总延迟还款 她很快就会有不良记录 更有可能连工作 都会丢掉 可对方却告诉她没有钱 还让她找家里人 帮忙先解决一下 明明是她的问题 她却在电话中 对小妹发脾气 可往往这样 就能得到小妹的理解 她就是这样的性格 面对外人 她的坏脾气会憋在心里 总会用好的态度 去接受不好的一切 镜头这边 在家的阿炬刚喝下一杯 听到了手机的响动 于是她走过去 接起了电话 嗯 嗯 对 对 你认识的 你真的很可怕 你真的 你 你 你什么狗戾了 你 在家里 你什么狗戾了 你什么狗戾了 你很可怕 你又在家里 小妹子 她去身权 你和小妹子 我心里 你一直说 你狗戾了 你这句话 百四长的 你 我心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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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就是 我心里的 他不但替人扎背负着千万贷款 还被人扎在电话中骂 可第二天他却来到银行 决定帮他还清所有欠款 他也没有钱 但他拿出了他全部的身家 拿着还清证明走出银行时 碰到了路过的阿炬 小妹虽没说是来做什么 但阿炬已经猜出了大概 车上小妹说他已把户口签回家 这也证实了阿炬的猜想 小妹帮那个人还清了欠款 可他还在天真的认为 那个人会还他钱 阿炬对他说 他是想让小妹认清人渣丑陋的嘴脸 可小妹却因此而生气 回家的路上两人就像吵架的情侣 一前一后地走 在路口分开后 阿炬走进了家门 而小妹憋了一肚子气也涨了过来 之所以刚才跟阿炬说 他是想在阿炬这里得到安慰 可阿炬刚才那样问他 让小妹觉得阿炬想看自己的笑话 小妹知道自己的问题 他很傻也很好被欺负 但他的内心就是这样 看到别人不耐烦 会感觉是自己的错 每次让别人还钱 他却还背负着罪恶感 这种想法也让他的内心很煎熬 他就是做不到跟别人撕破脸 他说 小妹的这句话 也说明了阿炬在他心中的位置 在家人面前他甚至都不会这样说话 只有在阿炬面前 他敢于暴露自己所有的情绪 小妹在用自己的情绪对阿炬做着告白 而阿炬似乎也理解了这一点 他端着面摆放在桌上 叫小妹过来吃 小妹说要水 阿炬二话不说就去给他拿 坐在小妹身边对他说 你会感觉到我 阿巨也在对他做着告白 晚上 两人开着车出去 他们的关系再一次地拉紧 路上见到陌生人 阿巨主动打招呼 给对方加油 第二天 小妹把更新的户口信息放在桌上 爸爸正好进屋看到 也放下了她的担心 上班路上 小妹走在前面 大姐跟在后面 阿巨开着车过来 停在了小妹的面前 她看向小妹却没有说话 小妹明白了她的意思只是要送她 但阿巨并没有打算带上大姐 可还是被大姐给拦了下来 来到地铁站 明明二哥先出的门 可他们却比他先到 他不明白地问大姐 大姐说 那我们这次都要到就是了 什么 曾令人文风丧胆的黑道社长 隐藏身份躲进天元小镇打工 可这天收到的信息 让她再次陷入危机 事情要从几天前说起 当大姐得知她在与小妹交往 正要八卦他们的过程 被妈妈打断 她让二哥问问小妹几点回家 二哥说小妹加班需要晚点 也正因此 把阿巨从姐弟两人口中解救出来 得知小妹加班 阿巨到家抓耳挠塞 不知道干点什么 索性提前出门去等她 小妹在公司加班太无聊 于是拿上东西回家 走进附近的咖啡厅继续工作 每次这样加班 她都会用梦想支撑自己 这时阿巨走了进来 但她假装没有看到小妹 小妹回过头的时候 她正好回头看向小妹 随后 她坐在了小妹边上 没有打扰她工作 而是安静地坐下等她 这就是小妹想要的 他们并没有沟通过 但同时又都做到了 小妹的梦想成真了 回家路上 他们一边走一边聊 小妹说你喝酒的时候 总是发呆 真的很特别 阿巨说喝酒是为了冷静下来 只有这样才能不让她胡思乱想 因为她之前不好的经历 她总会在心里破口大骂 但也有不这样的时候 就是喝酒的时候 睡觉的时候 还有就是跟小妹在一起的时候 第二天 阿巨跟老爷子去干活 来到加油站加油 她趴在车边唱歌 身后车内的人看到 似乎认出了她 正要下车去看时 阿巨一把车开走 身边的大哥问她在看什么 她说看到了剧社长 两人看向她 第二天在工厂干活时 阿巨就收到了信息 她走出门 拨通了对方的电话 走出门 三十一把人会认识 她说了 大骂 吃饭时 她看到小妹小时的照片 她看了很久 虽低着头 但小妹却在笑 每次阿巨都会提前在出口等小妹 她觉得时间来得急 便打算去超市买点东西 小妹则走出地铁跑了下路 她怕让阿巨等时间太久 可走出来却没有看到阿巨 阿巨这次只买了饮料会吃的 大姐都惊讶为何没买酒 还没装好阿巨就着急地拿起冲出门 结果差点撞上小妹 小妹说 这给阿巨都整不回了 回家路上 小妹说她有个姐姐想来看看她 但是她给拒绝了 阿巨问她为何要看我 小妹不好意思说理由 阿巨说 小妹说你们两个性格很像 都很倔 很张狂 但又很透明 阿巨笑着说 第二天那个姐姐却被二哥邀请过来吃饭 她想借机看看阿巨 但不巧阿巨带着小妹出去玩了 因为突然下雨几人躲在房檐下 没一会就雨过天晴 天空出现了彩虹 大家举起手机拍照 同一条彩虹也被阿巨和小妹看到 原来 她带着小妹来到了她小时照相的地方 风雨过后的彩虹激励着她们相亲看 这时小妹突然说 三岁时 七岁时 十九岁时 我愿意在你身边的身边 我愿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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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却在家具厂打工 这天装车时看到绷带破损 她只是简单地检查一下 并没有说出来 因为她知道 老爷子不喜欢别人对她指手画脚 回到家吃饭 老太太夸赞阿巨 以前给老爷子找的帮手都干不了几天 老爷子性格很怪 而阿巨来了以后 虽然两人并没有过多交流 但阿巨却总能与她特别默契 就好像他们上辈子是一家人 吃饭后 阿巨来到车站接小妹下班 回家的路上 阿巨突然叫小妹到对面走 因为路边有个动物尸体 阿巨怕吓到小妹 可这些却是小妹经常看到的 而聊到最常见的就是青蛙尸体 小妹说 阿巨有点听不下去 快步走开 第二天开车路上 这个破掉的绷带终于还是坏了 两人赶紧停好车跑去收拾地面的木板 这时 一辆黑色轿车里的人看到了阿巨 当阿巨把东西重新放回到车上 那个人走了过来 老爷子独自一人来到垃圾回收站 可以看出老爷子有点担心阿巨 但他也帮不上什么忙 这时的阿巨正跟这个男人在交谈 原来 这个男人是阿巨前女友的哥哥 同时也是抢走他生意的人 当时因为一些情况 女友因为阿巨的一句话选择了自杀 而阿巨本是一个养的宠物死掉 都会伤心痛哭很久的人 可女友的死 她却没有掉下一滴眼泪 所以当哥哥的十分生气 认为就是她的原因 自己的妹妹本来好好的却自杀了 最后就千方百计地追杀她 在这一年里 她不跟任何人说话 每天都要喝闷酒 其实她一直在自责 自责因为自己的一句话 让女友失去了生命 老爷子回到家总是不踏实 时不时地就会往阿巨屋子方向看 看到阿巨回到家 她心里也总算踏实下来 小妹下班来到便利店买酒 可她不知道买什么 大姐了解阿巨啊 于是就给小妹指了一下阿巨喜欢的酒 回到家 小妹对阿巨说了很多话 包括便利店大姐问她是不是小妹的男朋友 可阿巨始终没有说话 因为她知道被白社长发现后 自己可能要面临危险 她可能随时都要离开 小妹问她 小妹懂了 她今天有心事不想说话 便拿着自己的东西回家 妈妈问她怎么从阿巨屋里出来 问她去干什么 小妹不想藏着椰子 直接告诉了妈妈 全家人都听到了 包括坐在屋里看电视的老爷子 最爱的女儿敬雨家里的工人搞对象 妈妈听后非常惊讶 可爸爸却异常地淡定 第二天 她去给工作的二人送水 以前会看着阿巨喝完 可这次却给到她转头就走 来到门口跟老爷子找茬 埋怨绷带为何还不换 老太太是舍不得小妹跟阿巨在一起 可老爷子却与她截然不同 因为昨天看到白社长 她怕阿巨会走 所以对她说只要踏实干 这个行当也可以衣食无忧 只不过自己轻信他人替别人背了负债 所以一直是现在这种状态 老爷子非常喜欢她 这样说的目的是想留住未来女婿 而阿巨不知道自己会怎样 所以她用买绷带为借口 开车离开 晚上 小妹来到阿巨这里 她说所有东西出现在 不属于他们的地方 就感觉很突兀 就像她在办公室看到的美甲片 她就会觉得这像一个人的尸体 而不是塑料做成的指甲 接着问她 小妹强装镇定地说 交往后分手也是正常的事 阿巨对小妹说起了她去世的前女友 国外有个知名的自杀牙 经过采访幸存者得知 在下落到悬崖三分之二的时候 他们就后悔了 所有想不开的事也都想开了 但是也晚了 本以为她的女友也会这样想 她告诉女友 她想告诉小妹 是因为她的原因 才害死了前女友 还有是怕她与白的恩怨 给他们家带来威胁 所以她想让小妹离开自己 小妹听后默认了她的要求 阿巨说出这些话 她内心也在备受煎熬 这一夜 两个人都没有睡着 阿巨回想着白社长 再次提起的往事 仿佛自己又变回之前 颓废的那个人 第二天小妹下班 她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看着自己的解放日志 曾经想要摆脱现实 去好好的爱一个人 她不知道是否应该坚持 阿巨在家中喝酒 突然灯灭了 这时听到有动脚 她抄起一把剪刀 一个人影闪了过去 她以为是白社长的人 结果 却是二哥他着急要上厕所 这时电来了 二哥走出卫生间 坐在阿巨的沙发上感叹 这句话说到了阿巨的心里 阿巨之所以来这里 就是因为小妹那天喊了一句 她才跟着下车 而阿巨着急下车 手机落在了车上 下车后看到小妹 跟喝多的二哥 她打了一个车 去了她本带下车的地方 看到了白社长 派来追杀她的人 白天她往村里走 因为对小妹来说 她的出现就有点突 所以小妹回头看了她一眼 但她留下的原因 也是因为小妹救了她的命 就像从悬崖的三分之二 拉了回来 小妹下班回家 看到路边浑浑噩噩的阿巨 下车后 向着阿巨走了过去 她依旧想继续仰慕这个男人 黑道大佬藏身于乡下打工 却被死对头发现行踪 她不想因为自己 给这里带来麻烦 第二天 阿巨直接找上门 虽然还是穿着那身脏兮兮的衣服 但从进到这里后 整个气场就像变了一个人 身边的小弟没认出来 拉了她一下 差点被她的眼神给吓死 所过之处无人不对她低头问候 她静止走到白社长屋内 用警告的语气告诉对方 最近水槽场很忙 至于以后是继续做水槽 还是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 重回这个圈子里称霸 目前她还没有想好 但很快会给她一个答案 接着警告她 来到楼下 她大呼小叫地喊着 自己曾经的小弟 妥妥的大老风格 她之所以下决心来解决问题 不光因为被他们发现 更重要还是因为小妹对她说的话 自从阿巨让小妹离开 小妹每次下班都去便利店 看她是否在 大姐告诉她阿巨刚走 她追了上去 看到阿巨不顾危险在野狗的面前 野狗突然冲向阿巨 小妹疯了事地向野狗跑去 拼尽全力保护她 小妹的举动让她难受 因为她不想自己伤害到小妹 可小妹却不怕受伤 想继续跟她好 阿巨对小妹说 她的心已经被小妹带走 可她自身的处境 又让她不知如何是好 第二天小妹下班 来到阿巨的屋中 小妹解释到不是特意来看她 而是二哥叫她给阿巨送酒 阿巨装出一副 满不在意的样子 可小妹却说 你敢让野狗咬掉你的手 却不敢用那只手抱一下我 你愿意自己苦闷 而跟我在一起甜蜜 你说会无聊 小妹被人骗前 阿巨觉得她软弱 可此时的阿巨呢 对于感情方面 阿巨甚至比小妹要软弱得多 也正是因为这次对话 阿巨决定去解决掉自身的问题 紧接着 她就联系了小妹 小妹看到电话她笑了 跑着回到公司楼下 阿巨还特意问 要是被她看到 她肯定要为小妹出气 她带小妹来吃饭 把蘸料放到小妹面前 时不时地看向她 为她拿来小菜 帮她倒杯饮料 剩一个饭团让给小妹吃 这可能就是所谓的仰慕吧 他们回到家 被等候的二哥发现 最近二哥对阿巨特别上心 上次去她家上厕所时 她发现了阿巨的秘密 可以自动洗屁屁的马桶圈 明贵手表 最让她动心的是 这把闪亮光的车钥匙 从那以后 她每天都去阿巨家上厕所 每次都会看看钥匙还在不在 她来到阿巨家 从厕所拿出车钥匙 抱有幻想地跟阿巨确认 是不是有辆豪车 这到底是不是真车的钥匙 而阿巨说 随后阿巨开车 带她来到一个地步 一边走一边按钥匙 这时 一辆大牢丝亮了起来 这彻底震惊到了二哥 阿巨本来不喜欢她 因为小妹她也开始讨好起二哥 二哥开着豪车在路上 这是她从未有过的开心 影片结尾给出了阿巨的两种生活 一种是回到乡下做水槽 跟小妹追逐大雁南飞 当小妹害怕时 她做第一个保护她的人 还一种就是拿回属于她的一切 回到集团独自承受着孤单还有寂寞 黑道大佬藏身乡下 却发现一直有人跟踪 她找准时机走过去 自从阿巨与白社长见过面后 她每日睡觉都很警醒 屋外任何的动静 她都会起身查看 她发现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了门前 两个男人鬼鬼祟祟的 靠近他们的货车 一个人往车上安装了什么东西 随后两人匆忙离开 第二天 阿巨看着货车 她低头发现 原来他们安装的是定位器 这让她的内心有一些不安 她认为白社长要对她下手了 于是她开着车子到处转移 她会把车停在远处 默默地观察接近的每一台车 这辆黑色的轿车就是夜晚的那辆 但是下来的两人并没有对她做什么 于是她再次开到另外一处 还是站在远处观察 而这次 只有一个人下车离开 这给她制造了机会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画面 但没想到 跟踪她的并不是白社长派来杀她的人 而是她的老板升会长 来到会长车前 阿巨尊敬地对老板鞠躬 进到车里 老板本以为她既然活着很快就能 但结果没有 于是就派人跟踪她 想看看她到底在做什么 没想到她却一直在做务工 老板找她 是想让她回来重新掌管生 她自己的孩子甚至都打理不好 交给白社长以后 还总让她这个老板丢人现眼 所以她需要阿巨这种狠人来掌管大局 老板对她说 老板不明白她留在这里究竟为什么 而让阿巨放不下她 是她与小妹越来越亲近的关系 就在前一天 两人在阿巨家中喝酒 小妹对她诉说着公司的事情 早晨上班她又被这个逼给叨叨 大家都知道她的问题 可大家却都忍气吞声 下班坐电梯时 她问小妹你们的解放同好会是做什么的 是要摆脱什么 小妹说 阿巨听玩笑了 因为小妹已经勇于迈出了一步 与之前阿巨想出面准备套麻袋不同 阿巨说 她相信小妹有能力处理这些问题了 阿巨慢慢地打开门 享受着夜晚的威风 之前的她生活在浑热之中 看不到任何光明 后来逐渐地有了光明 但发现氛围又不太对 原来是路灯被修好 她拿起石头 打碎这对她来说格格不入的东西 因为只有这样最自然的状态 才能让她冷静地面对一切 身边的小妹也很认同她这一点 随后两人往山顶走 小妹的内心想着 站到山顶 一阵凉风吹过 小妹抱紧身体 阿巨暖心地搂住了小妹 家中的水缸是满了 小妹似乎在阿巨家洗得早 回家吹头发被大姐埋怨 小妹躺下后 却还沉浸在兴奋中难以入眠 第二天 阿巨约小妹出来 她对她说我仰慕你了 小妹笑了 这时她对小妹说仰慕 也许只是想给小妹多一些鼓励 因为老板的找上门 阿巨在片刻地开心后 再次皱起了眉头 一个开劳寺的亿万富豪 却心甘情愿地在乡下打工 因为这里有一个她深爱的姑娘 小妹每次去帮爸爸干活 她虽然很累 但也会跑过来帮小妹一起 在路上看到山羊 小妹回想起小时候养羊的经历 她觉得养这些让人很内疚 因为他们很黏人 总爱跟着她屁股后面走 而到最后还要把他们拿来吃 阿巨觉得也可以不吃 可以当宠物来养 她觉得好歹也是有名字的家畜 怎么能吃得下呢 小妹说这种抓来吃的家畜 他们不会给起名字 阿巨听了害怕了 家中的老爷子知道 他与小妹交往 很多东西都开始交给阿巨干 开车路上告诉他 如何才能让自己不亏本 还能避免客户逃单 老爷子是要把家产交到 阿巨手上打理 可这个人的到来 打破了阿巨的平静生活 他是阿巨之前的好友 在家里看到一家人的照片 还得知家中的孩子都没结婚 他猜到阿巨应该是为了女人不愿离开 这时阿巨跟老爷子回来 男人在跟老爷子问好时 老爷子看到男人穿金带银就明白了 阿巨本就不属于他们这里 他很失落因为他真的很喜欢阿巨 男人带着阿巨出来 对他讲起现在的状况 曾经很多人都是依赖阿巨而活 可阿巨却躲到这里始终不回去 白社长掌权后 一直对他曾经的人下狠手 所以这些人都生活得不好 再加上升会长亲自来邀请他回去 如果还不回去 肯定会有一场灾难降临到这里 他不怕任何人 他只害怕继续留下会给小妹带来麻烦 他买来一把遮阳伞 来到野狗常呆的空里 想用这把伞帮他们遮挡风雨 下班回家的小妹给阿巨发信 可他始终没回 打电话时突然发现路边的阿巨 他走到阿巨面前 这一场的状态让小妹有种不祥的预感 在路上小妹说 小妹想把阿巨攥在手心里 可阿巨却已经做好离开的准备 阿巨找到那个朋友 跟他说之前跟着自己的一个小弟 再做违法生命 以小弟自己的能力肯定做不起来 而他正好又在白社长的店里看到了他 所以他肯定是白社长带他一起做的 这个消息可以让他们打败白社长 夺回他们的东西 阿巨做出了离开小妹的第一步 随后大批警察就赶到白社长的店内 准备抓捕他 可他却乔装打扮逃了出来 这天阿巨还是跟往常一样 陪着小妹干着脑骨 但他一句话都没说 每次这样的时候都代表有事要发生 回家的路上 阿巨终于对小妹说出口 他要离开了 夜晚小妹来到阿巨家 他正在收拾东西 小妹说偶尔会给他打电话 有空时间跟面 一个月或者两个月见一次 可阿巨却说何必吗 他是想彻底与小妹断开联系 他生气地对小妹说 我以前做什么工作怎么生活 你应该也略知一二 小妹却说不在乎他以前的生活 阿巨说 你可以不在乎我以前的生活 但我以后的生活你都不在乎吗 他说他还是习惯以前的生活 想让小妹骂他 这样或许可以减少小妹的痛苦 可小妹却说不会 因为他不想阻拦阿巨去追求他所希望的 所以他不生气 他只是很难受 阿巨想让他过得平凡一点 比如像其他的女人 抱孩子累了会用婴儿车去推 可小妹却说 就是小妹这种坚强的性格 才让阿巨放不下 让阿巨看到小妹的不平凡 阿巨强忍着魅心 他很想抱住小妹安慰他 他不想离开 但他又不得不这样 如果不离开 一定会给他们带来一场灾难 第二天他去跟老爷子造别 老爷子跟小妹一样 内心只是很难受 但他不会去阻止阿巨的想法 他还对阿巨说 如果回来这里随时是你的家 他还给阿巨多结了一些工钱 老爷子想告诉他 不是因为他有钱才对他这样说 阿巨走的时候 正好看到野狗被抓走 也许就是因为他的那把伞 让野狗认为有了保护 才降低了对人的防范 阿巨走后 小妹尝试着给他打电话 可电话已经换了号码 小妹哭了 因为他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阿巨 阿巨回来没多久 就去参加了白社长的葬 因为之前警察追捕过程中 白社长着急逃跑 摔死在竖起的钢筋场地 而在葬礼这种场合下 阿巨竟然笑了 他只是想教训白社长 没想到却害死了他 因为白社长和他妹妹 都是因阿巨的一句话而死 时间一转 过去了许久 小妹家似乎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异 大雪之夜 走在路上的小妹 还会时不时地回头 想看看是否阿巨就在她的身边 裸藏乡下的黑道大佬重回巅峰 刚一回来 就发现离开这段时间 所有账目已经乱成一锅粥 于是 他便开始前往每一家门店 准备挨个解决 当来到了朋友馆里的店面时 发现了更多的坏账目 无奈的他 只能亲自帮朋友去解决问题 他叫手下喊来所有的经理 让他们自己解释为何会这样 随后他挑出其中一个经理 准备杀鸡给猴看 带着他来到休息室 让大家都看看谁认识这个欠账的人 果不其然这人是个老赖 因为常来 所以经常会欠店里面钱不给 他问出女人的工作地点 带着经理前往 想让他知道该如何对付老板 他一边大喊羞辱着你 一边走到他面前 就是要让他在公司丢人 逼他把欠的钱还回来 做这种行业的 如果你不对他们很点 他们是不会有自知之明的 这就是阿巨的工作 就是他曾经的生活 当一切解决后 再把结果交给他的老板 昏暗的生活就这样重复着 这天店里来了一个婴儿车 孩子爸爸把孩子丢给别人看管 自己跑到包间去唱歌 妻子找到男人理论 女人趴下到宝宝 就把他暂时放到阿巨屋里 阿巨盯着宝宝有点不知所措 而宝宝也一直盯着他 阿巨想跟他碰杯 可又觉得不太合适 正在想该如何破解这干大局面 外面的夫妻争吵完了 于是女人进来把孩子给他们抱出去 面对可爱的人阿巨也会很温柔 阿巨来到经常来的餐厅 女人给他端来了饭菜 当看到小菜时触景生情 让他想起了小妹 第二天站门口等小弟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决定 回到办公室 原来他给手下的小弟名字 改成了美珍 他问这个美珍你今天有什么愿望 他是想用这种方式得到发泄 用满足较美珍的人来让自己心情能够愉悦 小弟痛快地说他想回趟家 阿巨满足了他还给了他一笔钱 可这样并没有让他心情变好 而是更加迫切地想去见小妹 于是他独自一人走进车站 坐着前往小妹家的城铁 站在小妹长站的位置 走过小妹常走的那条路 站在曾经接他下班的站口 从正常下班 一直等到了末班 但始终没有见到小妹的出现 随后他来到了小妹的家 所藏乡下打工的黑道大佬重回巅峰 可他离开没多久 乡下的一家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小妹上班 依然被这逼随心所欲的叨叨 可经过了仰慕的洗礼 小妹也开始勇于与其正面交锋 同事担心他会被领导穿小鞋 可小妹却说 进到电梯 同事跟他说领导在公司有个小六 他并没有上心听 可随后发生的事 却惊讶到了他 他把文件放领导桌上 突然发现有人给领导发信息 而发信人竟然是自己的名字 上面一直催领导赶紧出来 刚才小妹走过来时 会不会就是这个空座位的人 下班后 身后的同事叫住他 其中就有这个女人 他们想约小妹一起去吃饭 可自从阿巨走后 小妹就没高兴过 哪还有心情吃饭 回到家 妈妈问他阿巨租的房子 是否还要给他留 因为房东联系不上阿巨 所以想让小妹帮忙问问 可小妹什么都没说就走啊 走出门 他来到一片漆黑的山顶 站在他与阿巨有着回忆的地方 这时身后突然出现一只野狗 就仿佛知道小妹已经无人保护 可内心强大的小妹并未惊慌 捡起身边的木棍 他把野狗就看成那些忘恩负义的家伙 他此时的气势 甚至直接吓跑了野狗 家中的二哥因为工作不顺心 最终还是没坚持下去选择了离职 大姐虽有了心仪的男友 但对方带着个孩子 妈妈有些不放心 想见下本人帮他把把关 当大姐与男友相约出来吃饭 妈妈则偷偷在身后观看 听到男人对大姐的关心 妈妈很满意 随后妈妈开心地去市场买菜 大家问他你家的狗找到了吗 妈妈愣住了 因为他家并没有狗 原来他们有一天看到小妹独自在哭 小妹说是因为狗丢了 其实是因为阿剧的离开 妈妈也终于知道 阿剧与小妹已经分手 刚遇到点开心事 又再次让妈妈陷入到难受 为了家庭 为了子女 没有好好休息过一天的妈妈 也终于感觉到了累 她慢慢地走进了屋里 然而这一趟 妈妈再也没有起来 二哥发现后 疯狂地喊着跑向爸爸 看到儿子从未有过的匆忙 和他无助的眼神 老爷子知道了 小妹下班回家 身边路过一辆救护车 小妹看着医生跑进了她的家 然而这件事 是阿剧离开不久发生的 当阿剧来到小妹家时 家中的女主已经换了人 老爷子慢慢地走过来 看到阿剧 激动地对她说了句 晚安 老爷子跟阿剧说 你走后没多久 他们的妈妈就去世了 他也想明白了 孩子们在这里受苦 所以让他们都搬去城里住 而为了不让孩子们担心 为了有人能照顾她 她只能再婚来打消孩子们的故意 阿剧的离开 仿佛带走了这里所有的美好 而老爷子 也偷偷给了她小妹的新电话号码 他虽是拥有亿万财富的黑道大佬 可每天却过着昏天暗地的生活 然而只需一点点的光明 就能让她重新振作起来 于是第二天 她拨通了小妹的电话 阿剧离开没多久 小妹的妈妈就突然离世 这一家的生活也发生巨大的变化 爸爸学着给孩子们做早餐 二哥则变成了 喊他们吃一口再走的那个人 大姐时常以泪洗面 小妹看着一切正常 而她只是没有把悲伤拿到表面 下班后 姐妹两人去购买要吃的食物 回家小妹开始做饭 大姐倒腾冰柜中的泡菜 回想妈妈再试食 这一切却都是妈妈一人在干 吃饭时 大姐埋怨姑姑借钱的事 因为父母省吃俭用一辈子 都是因为这个姑姑总跟他们借钱 所以他们的生活才会这样 她对爸爸说 这时妈妈就像听见了一样 装有她骨灰的瓶子发出了响动 妈妈不愿听到她这样对爸爸说话 饭后 二哥找朋友们喝酒 她回想到这段时间发生的事 她就像有预感一样 心里想的不是非要辞去工作 但她却还是毅然决然地辞职回家 也正因此 妈妈去使她可以在家中照顾爸爸 也许这就是老天的安排 坐在家中的小妹 看到外面下雪 她对陪在身边的妈妈说 妈 图乱 小妹心烦的时候 会重复地看阿剧给她发的信息 情不自禁地就会想给她打去电话 但依旧是无法接通 她找到姐姐 抱怨着上班被人当小六的遭遇 因为每次她被领导叨叨时 她注意到 某一瞬间就会出现一个声音 而领导也会因此停下她的叨叨 也是因此她才知道那个小六是谁 这天下班时 那个小六竟然主动找到她 并假借八卦心态询问是否知道小六是谁 小妹并没说话 只是死死地看向她 小六明白她已经知道 并对她说 听得好像她一直是在帮小妹 可小妹却拎起书包 对着她就是一下子 小妹不是因为她们的迫事生气 而是因为 第二天 她就跟公司去举报他们的小六行为 而这两个人缺一口否认 他们把事情掩盖得非常完美 并因为她是领导 再加上小妹先动手打人 最后的决定竟然是把小妹调离此不谋 如此不公的对待让她很伤心 她来到阿聚带她吃的饭 此时的她 是多么希望阿聚能站在她的面前 回到家二哥在做饭 爸爸只能帮忙洗洗菜 小妹给大家洗着衣服 大姐则收拾房间的卫生 吃饭时 大姐发现了小妹的贷款信息 她要看看小妹的存储 小妹急了 大姐猜到小妹把钱借给的那个渣男 她狠狠地打了小妹 小妹也忍不住哭了出来 我都说了 钱购买了 人家购买了 我都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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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什么 这些话让爸爸陷入了自责 因为他确实没有帮过孩子们什么 第二天中午吃饭 二哥对爸爸说 他们家终于有了轿车 爸爸也一改以往的脾气 四人来到海边散步 大姐在为之前指责爸爸借亲戚钱而道歉 如果换做小妹跟二哥 她也会为他们无私的奉献 他们从黄昏散步到日落 二哥走到爸爸身边说 爸爸虽不懂地表达 但他却失红了眼眶 一晃很久就过去了 老爷子也等来了阿炬的到来 阿炬从小妹家回来 他不明白自己是怎么了 他说 或许是位离世的人 又或许是在心疼小妹 于是第二天 他拨通了小妹的电话 约他出来见面 他来到桥上 心里五味杂陈 时隔这么久 不知要如何面对小妹 但看到小妹笑着冲他走 他也放松下紧张的心情 时隔许久他们在见面时 他们看着对方只是傻傻地笑 我会在心疼的 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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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p说,你没有带他 好 你会等我一天 不认为我们家的 blij 要痛快要找我 好像我欲 который 我欲你 我真的看到我 我真的要求你 我真的想把我服侠了 差弃上了 我就想吃完 我的臭臭臭臭臭 我想找到妳好 你叫什麼名字呢? 不說要看 你不懂了嗎 雅力不懂 身为黑道大佬富商本事家常便饭 可今天却让他异常地生气 不仅亲自去处理闹事之人 还打朋友的办公室翻一个 当他看到账款极少 他知道他的朋友肯定又在思草 果然 在沙发的下面翻出了他想要的东西 随后带着账款找老板交差 他一边等待手下交接 一边焦急地看着时间 老板劝他不要喝酒怕他身体不好 可他却不以为然 交接完毕前往着急要去的地方时 他却开始犹豫不决 手机收到小妹发来的信息 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之所以刚才他那么生气 就是因为脸颊受的伤 他怕吓到小妹 更不想让小妹看到自己的另一面 在饭店的门口他在想要不要进去 就在早上 许久未见的两人再次相逢 小妹深情地看向他 他觉得很神奇 在需要的时候没有等来他的电话 而他放下一切准备拼得你死我活的时候 阿巨却打来了电话 两个人好像心有灵犀一般 阿巨无意间拯救了小妹 打算找个咖啡厅坐下好好聊 但他们的性格一样 在人多的地方会莫名地烦躁 哪怕他们都安静地坐在那里 一个人面对多人时 一个人会时刻处于警戒 因为没有同伴 这是他们的共同点 阿巨觉得很奇怪 他每次见到小妹 总是会说出这些平时不说的话 小妹听后突然问他 阿巨想了一下 反问小妹是否对他有所警戒 小妹深情地望向他 略带埋怨地说 曾经的他们是两个单独的人 而现在他们却是两个相同的人 阿巨带着小妹来到市场 给他挑选了一双舒适的平底鞋 还主动帮小妹付款 买了一个双肩包 把小妹的高跟鞋和包包自己背在身上 怕小妹动手给他买了手套 笨拙地用牙去咬断吊牌 小妹看着阿巨的表情 就像他说过的话 想把他揉碎放进嘴里一口吞下 两人到夜市吃饭 突然阿巨收到小弟的电话 他本不想离婚 可对方却不停地给他打 周六是他收账的日子 可他却因为见到小妹 高兴地以为今天是周日 小妹看出他有事要处理 对他说 小弟在门口等他 他却跟没看见似的 快速地跑进去 迅速处理账务 随后立即前往下一个地方 堵车被困在路上 他决定下车跑着前往 因为他想快一点 回到小妹的身边 而来到朋友的店时 却碰到上次他教训的欠债女 还不小心被女人划伤了脸颊 进门看到桌上的帐篷 看着镜中自己被划伤脸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画面 他站在饭店门口斗争了很久 最终还是走了进去 故作镇定地来到小妹的面前 小妹看到他脸上的伤 大概能猜到他打架了 但却并没有过多地问他 阿巨感叹从来没有哪天是顺利不过 总是会有点坎坷 小妹对他讲出了自己的办法 每天他只需要有五分钟的开心 那么这一天就可以快乐地活下去 小妹的安慰总是恰到好处深得她心 这就是小妹的坚强之处 也是她爱慕小妹的地方 外面下起了大雪 两人走在路上 阿巨说 之前有次下大雪 车都堵在路上就像时间静止一般 人们纷纷下车离开 可她下车后却冒出一个念头 她幻想就在这一刻时间静止 即使需要走几百公里 她也会去乡下的家中找她 她想告诉小妹 她身不由己但确实很想她 小妹听后对她说 之前欠她钱的男人 有钱办豪华婚礼却不打算还她钱 还在电话中骂她 她气得把杯子捏碎 她打算放下一切去婚礼现场 并抢走他们的礼金 在众人的祝福中毁掉他们的婚礼 可这时电话响了 对 正是阿巨的电话 拯救了要掉入深渊的小妹 就像在车站小妹让她下错车 及时地救过她一样 阿巨带着小妹来到她的家 高级的住宅暖风却是坏的 而水池中连热水都没有 因为对于一个酒鬼来说 有酒杯在就够了 小妹躺在阿巨身边 她爹小妹盖上了被子 两人就这么看着对方 第二天上班 小妹给阿巨买了暖炉送去 可阿巨还是一样 信息已毒但不爱回答 她在家中蜷缩着身体颤导 随后她洗个澡出门 来到老板这里 老板说你跟别人不一样 哪里都好 但就是每天都喝酒 会让她很担心 担心身体和心理出问题 阿巨对老板说出心声 因为她是一个人 并且这份工作 让她随时都会处于紧张的状态 面对任何适合人 她都要保持警戒 她想告诉老板她不想干 她不想一个人了 她想变成两个人 只有这样她才能开心 才能治疗好她的状态 老板也看出了她的心思 随后她来接小妹下班 两人一起吃路边摊 她问小妹要不要打工 就是听她说话 回到家 两人围着暖炉坐下聊天 她很后悔 后悔再次找到小妹 之前已经做过了断 当时的自己还不算太糟 可这次她怕会让小妹失望 小妹听着没理她 她大声地喊 杨美娼 怎么在一起啊 我突然间在你 什么人不知不知 什么人不知 我还不知道 你这句话 记住这句话 后来我完全不认识 不认识 不认识 很喜欢 我要 Á정 逊分识 我真的 好 萊細 影片 后来 我真的好想和你再去睡了 就像你再去睡了 如果再去睡了 我再去睡了 你不再去睡了 好 韩剧《我的解放日志》终于迎来了大结局 在解放这条道路上并没有真正的结果 而极了地感到幸福就已足够 爸爸过生日 兄妹三人已不再是低头不语 而是面带幸福的微笑走来 其真给爸爸带来情侣登山庄 美真送给爸爸老年保健品 昌西帮着家里忙活家务 最终得到家人的认可 一家人吃饭 阿姨出去拿泡菜时 爸爸对兄妹三人说 爸爸 不想让他带来情侣 不想让他带来情侣 曾经的他少言寡语思想传统 如今理解了子女们的不义 昌西的事业越来越顺 原本要去谈一单大生命 但是中途他去了趟医院 而他的到来 也送了朋友最后一路 每当身边的亲人离世 他竟都会出现在亲人的身旁 虽然因此失去了大胆生意的机会 但他也因此有机会继续去学习深造 可误打误撞进错教室 然而这里竟是病葬师的培训班 他刚想拿包离开 可他却笑了 或许这就是命运对于他的指引 齐珍虽看似无脑恋爱 总是情场失忆 但他很清楚自己的位置 该脆弱的地方脆弱 该坚强的地方坚强 面对男方复杂的家庭情况 他虽然受过很多的伤 但是碰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人 却会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 他这骨子劲也时常感动男方 那么属于他的爱情还会远吗 美珍到银行取钱 无意碰到欠钱不还的渣男 因为男人的包 无意碰到了前面的人 对方产生质疑 可美珍却站出来帮男人解围 他走出银行男人站在门口等他 因为美珍的行为 让男人感到自己的羞耻 他告诉美珍明天先还他一部分钱 后续一定会尽快还他 他们这样的结局 确实达到了美珍的理想状态 阿聚帮朋友解围 反而被朋友打倒 看着朋友仓房逃跑的脚步他才明白 朋友拉他回来只是想利用他赚钱 第二天 给朋友打去电话和对方没接 他给对方留下录音 随后他拿着家中所有的现金 走出门来到电梯时 一个小朋友为他按住了电梯门 而这一刻也让他幸福了七秒 来到便利店买酒 出门时口袋中的硬币无意掉落 静止滚向下水道 他走向前 却发现渺小的硬币悬停与井盖的缝隙 然而他的身下就是万丈深渊 阿聚意味深长地看向他 随后他把手中的酒留给了路边人 自己带着钱去帮朋友还账 他想象美珍学习 学习他所说的 中有一日对方会为自己的行为而畅 问题与痛苦永远存在 外在的改变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珍惜当下感受幸福的每一秒 见自己想见的人 做自己想做的事 生活中没有人能真正地解放 而解放的意义 就在于不断地走在解放的路上 只要肯走 就会越来越好 发现了问题 从而改变自己 这就是解放的全貌 我的解放日志 十六集全剧中 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